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洛,欢迎收看迷你小山村完结篇 这个村道有好长时间没跟了,后来又稍微改动了一下房子的类似 我们去看一眼,今天就完结吧 首先呢,是第一栋房子这里,之前是水稻田和一棵很大的桥木 现在呢,变成了大的桃花树和养山贝的池子 因为这个村庄是以桃花为主的嘛,所以栽个桃花树王不过分吧 而且离海很近,养贝壳更贴切呀,对吧 然后这里呢,我是准备做一个私塾 嘿嘿,只有七八正桌子,一个小山村有七八个小孩上学 就已经算是很富裕的了 那顺便问一下,那时候的私塾应该是没有黑板的吧 所以我就没做了 不过呢,我放了很多的书架,还是有点学习氛围的 其他的房间我就没怎么修改了 这栋房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就是那个姐妹房 或者说是兄弟房吧 这个改动就有点大了 因为这张图我是准备拍故事来着 这么好看的房子让主角做我不过分吧 而且呢,我不太喜欢唱独角戏 所以再给她安排两个家人 先看一下这上面的闺房 嘿嘿,你看啊这颜色 你看都是女生猪的,对吧 而且这张床特别有特色,对吧 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呢,这间房我给她分成了两块 一边是卧室,还有小桌子 然后这边是书房 这是个爱学习的小姑娘呢 小伙儿们还记得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吗 是这样,还有这样 一个小姑娘应该是不会有人暗杀她的吧 以下我也改了一下 因为还要再加两个人嘛 所以至少还需要一个房间 之前木板撞得特别好 还真有点不舍得改 正厅几乎是没有改动的 左边的餐桌,桌子太大了 改小了一点 然后多了一些柜子和植物架 大厅右边改动是最大的 之前这里是熔练副模式 现在改成了一个大房间 放了两张床和一个衣柜 这里之前是个小小的展厅和仓库 现在放了张大床 从房间里出来 这里的冰泉和红土珊瑚 改成了梅花庄 下面还有食人余佣 做错的事情要则这里接受惩罚的 旁边的这一栋我稍微装了一下 对面进来有个小书房 左边是餐厅还有厨房 过来看一下书房 放了很多书架 然后这个屏风好看吧 也是在工房下载的 这边是床 出来左边放了些桌椅 然后楼上就不看了 什么都没放 整个小山村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村庄到后面的高山部分 我用居址墙把它们隔来一下 说明后面的区域特别的危险 小朋友绝对不能进去的哦 然后这边我忘了条河 一直通往大海 岸边栽满了桥木 这里可是黑森林哦 据说里面有奇怪的屋种 里面好像有个房子 赶紧进去看看 好家伙 谁把我们的私塾搬过来了 你看就赶了个眼色而已 哎 后面的冰山又是个什么情况 到底是冰山出了鬼 还是乔木劈了腿 怎么像他们也玩不到一块去吧 这个边故事的时候 就下边乱走吧 对了 房子前面还有个山洞呢 就在这底下 从这里下去 再转过来 看到没 乌漆马黑的山洞 再给你弄几只 咋吧咋的大眼睛 就问你怕不怕的 这里就是这样了 再往前呢 就是大海 除了这些墙墨外 就没什么的了 那这个地图呢 做到这里就完结了 关于故事 小伙伴们 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 给我留言哦 我相信综合了 大家意见的故事 一定会更感人 好了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与陪伴 拜拜